各位同志们大家午安台北股市今天下跌88点 承载量1421今天拉了一个快100点的下影线 那今天最低的跌破了14000来到大概季线之上 大概差不多50点左右了 差不多50点目前季线位置是在13934左右 今天最低到13980座附近 那各位同志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国际股市纷纷破线 对台北股市形成一个重大的压力 但是呢我们政府来讲的话 你可以从昨天台银一天都买了将近百亿来讲 然后就代表国安基金在这里来讲有在进场买股票 那今天的下影线我想也是国安基金买上去的 但是呢国安基金这边护盘的过程当中 要接下来要留意的还是全球股市破线的压力 对台北股市的影响 另外来讲特斯拉今年跌了68% 但是呢真的电动车没有展望就不好了吗 其实很多研究机构对明年的电动车产业还是正面的看待 那如何去看今天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 今天跌了88点 现在1423亿 那这几天当然股市每天都在跌啦 每天都在跌 那台北股市来讲呢 现在最后一条重要的就在一个季线 目前季线是在13934 今天最低当然没有破 我到了一个长下线 整体来讲还是在整个走整个破底的一个走势啊 不过至少我们都还没有全部破线 全部破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一个全球的股市 目前的我们相关的比较重要的这些全球股市来讲 我们看一下就这里我们看先从日本跟韩国来看 从日本跟韩国来看 好这日经指数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全部都破线了 有没有 尤其是他破所有金线 这一根的大长黑已经来到这个相对位置 之前低点的相对10月的低点的位置了 那这汉城股市韩国股市 你看看得出来其实也一直在今天往下跌 今天跌是非常重哦 这几乎一个大长黑下来 几乎一个大长黑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说 目前来讲的话 新加坡恒生是最漂亮的 你看恒生这么漂亮哦 那上海来讲的话还是有跌啦 还是破了机会破所有均线 受破均的均线 我们看一下这个 道琼相对是比较表现好的 道琼相对是比较好的 道琼还在连线之上 那你看Nestate几乎都破光了嘛 全部都破线了 跟我们相关的比较重要的 日本韩国 你看Nestate指数跟我们也是非常重要 你看几乎都已经破线了 之前的低点的位置也都快碰到了 如果破1万点的话呢 大概就全部都破掉了 那标普来讲大概也都全部破线 你看所有的破线 季线都破 会半来讲也都破线了 也就算轻低 都算轻低 那欧洲股市来讲反而相对是比较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欧洲股市相对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跟我们台湾毕竟比较相关的个股来讲的话呢 目前的表现真的是不会很好 当然这对台北股市来讲 还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那外资来讲的话呢 其实昨天卖131 今天我想也是站在卖超 卖超 那政府来讲呢 当然政府基金你看出来是有在护盘 所以说当然就目前连周线都是黑的 你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是今天礼拜四嘛 这是上个礼拜四的日期在这里 12月23号收在14271 如果说讲这个礼拜的话 封关要收红的话 至少要涨快200点 那除非美国股市大涨 不然机会真的不会太大了 不会太大了 因为从这三天来讲的话 几乎除了礼拜一 礼拜二涨一线 你看昨天跟今天 大概台北股市都算是跌的相对比较多的 相对比较多的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季线当然是台北股市最后的防线 那我们从这两天来讲 政府的态度看得很清楚 季线也不太愿意让它破了 但是季线要不要破 也简直不是政府说的算 要外资说的算 所以说这几天 外资的动向 投资办法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反正最近的操作来讲的话 就是相对保守 当然有股票涨 今天什么游戏股 因为中国大陆又开始 审批这个手机游戏 所以今天游戏股又相对的表现的比较好 大概会涨的都是一些讯息面的一个状况 大概会涨 所以说这种讯息面状况来讲 真的是比较难去拿捏 比较难去拿捏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在整个操作来讲可以看到出来 整个目前 但量能来讲 外资大概还是有外资在做 不然昨天怎么会卖130亿 但是呢 整体来讲我们只能说 在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量少 所以政府相对比较好控盘 在这边买的过程当中 至少对指数的帮助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如果说整个国际股市在没有止跌之下的话 台北股市要随时破季线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 也是非常容易的 大概这种重要的均线来讲 你看嘛 半年线算是长线的重要均线 你看跌了跌破一次以后 也是混了好几天 然后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五天然后才开始又往下跌的嘛 所以说来到季线来讲 我想也不会说一次就把季线 一下子绝对就这样子就破下来了 一定可能换 第一个第一次碰到然后再往上弹 然后第二次再碰到的时候 可能国际股市比较大的利空来讲的话 就会往下杀 那如果要杀的话 一定会是这样杀了 所以说今天来讲虽然第一次止跌 也不要讲说第一次来讲的话 第一次碰到了虽然止跌 但是不一定这里能够守得住 重点你还要回归整个国际股市的状况 至少你要看费半能够上季线会相对比较安全 跟标普的部分 那道琼当然不能破连线 当然道琼就不能破连线了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整个国际股市对台北股市所形成的压力 其实蛮大的 我个人觉得是蛮大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整地来讲的话 以台湾我们知道昨天公布了整个 我们大概来深入的了解一下 11月的景气的灯号的低迷的整个状况的实际原因 台湾11月的景气灯号代表的景气低迷的蓝灯 为近四年来的最严重的状况 近四年来如果最严重的话 其实连SARS刚开始的那时候 我们的景气都没那么差 综合判断分数降至12分 较10月减的6分 创下2009年6月以来的新低啊 你看2009年6月以来的新低啊 那蓝灯是近四年第一次破蓝灯嘛 但是这12分来讲的话是在2009年 在2008年是亚洲金融风暴 对不对 2008、2009 所以说几乎创下了整个景气 那下滑也能除基期高之外 当然我们的基期相对是比较高 主要受到全球经济降温出口成长走若扑 然后批发营业额衰退的影响 在九大构成项目当中 我们看一下九大构成项目 这张表会比较清楚一点 来这张的表 你看这是台湾来讲的话呢 近三个月的景气对策信号 及构成项目的状况 这是九月 这是十月 这是十一月 你从这张表会看出来 台湾经济来讲 其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很大的状况 那景气对策信号来讲 是这个 这个叫十七、十八 直接降到十二 但是从构成因素来 我们讲这边讲 股价指数是重要的一个 1999年是100 1966年是100 你看股价的灯号 蓝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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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四也是蓝灯了 一万三也是蓝灯了 一万四也是蓝灯 所以这里早就是蓝灯了 这是蓝灯 那工业制造指数 蓝灯 早就蓝灯了 早就蓝灯了 然后呢 制造业对销售指数 也早就蓝灯了 然后制造业销售的 这里来讲 制造业的什么气候 这也是蓝灯 那飞龙部门的就业人数 这也是蓝灯 所以早就这边从七八九 这边早就变成蓝灯了 那这一次的灯号来讲 会转的就是这三个 一个就是这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里 批发零售跟餐饮的营业额 从绿灯转成蓝灯 然后呢 机械及电机设备进口值 由红灯板成绿灯 好那一个海关出口值 由绿灯转成蓝灯 你看之前来讲 出口来讲还相对不错 都还在绿灯 你看连出口都开始往下摔了 看到没有 就是出口 然后这个红便利是什么 很简单嘛 进口的机器设备 就是投资额已经开始往下降了 对不对 投资的开始往下降了嘛 投资开始往下降了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整个投资上往下跌了 这是代表投资的部分 整个国内厂商投资的部分 所以投资来讲的话 你看也是在往下 就从国外来讲 没有进口机器设备了啦 那接下来呢 你去想台积电400亿的美金 要去美国来讲的话 那他的投资在美国嘛 所以机器来讲 可能从河南爱斯摩尔的EUV 直接就送到美国去 就没有到台湾来了 所以这400亿美金来讲的话 台积电到国外投资 对这一项来讲 未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今天台积电23奈米在南科 量产 开了很盛目很大 连经济部长都去了 然后他就讲说 台湾他怎么没有再投资台湾呢 怎么有去台化的疑虑 你看工厂都建的这么漂亮 这么大 是没有错啊 但是问题是未来啊 对不对 未来啊 你说台积电来讲的话 这三奈米一设 在美国要设三奈米 四奈米 五奈米 这三条线 那接下来台湾你看哦 他三奈米也是在盖一个厂而已啊 他会在盖吗 不会啦 也不会嘛 对不对 他已经第一个 又一个新的三奈米 他盖到美国去了嘛 那在台湾来讲盖一个 他会再盖一个吗 不会了嘛 就不会再盖了嘛 哦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台湾的投资营业台积电到国外的投资 其实因为台积电你也知道他营业他的投资量那么大对台湾的这些总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 所以你从这一张的看得出来台湾的经济其实已经相对的不好 那12分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这个这个12分 记得如果说在2008那一波的整个金融风暴下跌的过程当12分的时候 还不是追电 虽然是蓝灯 最后有到9灯的地板价 那到9从12分到9分这个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那时候的点数来讲从6000点左右吧 也跌到了3900多点 从6000点又跌到3900多点 那所以说如果说这次灯号在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那请问投资营与台北股市来讲14000点是个底部吗 绝对不是 哦绝对不是 所以说灯号来讲虽然是蓝灯 但是如果说他的信号在往下降的过程当中 对台北股市的压力一定还是在的 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对台北股市的压力一定还是在的 所以说这个三个嘛 我们刚刚讲的 在九大的过程项目当中 海关出口值 批发零售之餐敏业额均由绿灯降为蓝灯 那机械及电机设备由红灯转为绿灯 分数各减少两分 其余六项灯号不变 但全部都蓝灯了 你要他不变到哪边去 现在都往下了嘛 所以你不可能再往上变了嘛 所以蓝灯还是蓝灯嘛 那目前来讲的话 台湾景气是外能内温 出口因外债需求走弱 厂商存货调整影响生产销售 年代冲击批发业的营运表现 那并市井12月经济能需保守看待 那目前来讲的话 对整个营运来讲的话呢 未来一季的台湾景气表现 只要基于恶物战争的交着全球高通 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中国疫情来讲又开始新的严峻 中国这一次的疫情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如果说情况在不可控之下 会不会再一个新的管控 有第二次的管控 这个原则上 像我们台湾每天来讲还是两万多人 是大家都不介意的 我们都习惯 这习惯 那中国到14亿人口来讲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台湾目前来讲 目前染疫的状况 大概都在可控范围的 那中国大陆来讲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来讲 是要特别留一下 所以说你看 中国大陆的民众出门 消费意愿低迷 厂商提前停工放年假 这就是特斯拉的状况 等一下会讲特斯拉 不仅打乱两岸的贸易 消弱台湾出口的增长动能 更加剧烈的产业链的库存调整压力 大幅限缩企业的营业空间 所以说大概12月来讲的话 这次来讲会2月初 2月初才会公布 因为1月大概都放假 2月初才放假 所以在接下来来讲的话呢 台湾12月的大概就是蓝灯了 跑不掉了 只是蓝灯的如果说 整个12分11分10分9分 如果真的再荡到9分的话 那请问头上 那股市来讲还是会跌的 从过去的经验 股市还是会跌 所以你不要去听 蓝灯去买 对啊蓝灯去买是相对低档的位置 但是这个低档14000跟12000就差了2000点 差两天很多股票来讲 就差了120%了 所以这里来讲 你还是再怎么看的话 没有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但你说景气对特性要是一个落后指标 是没有错 但是同时指标来讲 已经连续12月再往下跌了 连续12月 那外销定买你也知道吗 11月3月503亿 连减23% 所以现在来讲 像今天 国泰晶 昨天六月看新闻的话 他对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是2.3%左右 那样是预估2.5%啦 那怎么看的话台北台湾的整个GDP在明年来讲 虽然成长的幅度比今年少 但是不会像美国怎么摔的那么大 摔的那么大 但是呢如果说啊 以目前的蓝灯的状况来讲的话 全部都蓝灯的状况来讲的话 明年的整个GDP的成长的方向会在哪边 讲实到我还真的看不出来要怎么成长 对不对 我真的看不出来 有的话大概啦 比较看好应该就在服务业这一块 最近很多饭店都在跟你讲说 饭店的董事长啦 亲自什么去估床单啦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请不到人啦对不对 人力的缺口每家饭店都很大 对不对 连那个富豪的什么秘书长啊 他们董事长的秘书长的话 有空还要去铺床啊 那我就想不通啊 为什么找不到人呢 对不对 为什么找不到人呢 你做的真的需求 像美国来讲 他真的找不到他就加薪嘛 他就提高薪水人就来了嘛 那不好的话就裁员嘛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自由经济吧 但是我们台湾不敢这样做啊 你如果今天的薪水 比如说现在三万二好了 直接提高四万来讲 我才不相信你找不到人 那四万找不到再五万可以吧 对不对 那你说精华 我就觉得那精华来讲的话 说他怎么长 什么 因为人力不足推掉几千桌的伪扬 我心里在放屁 我讲难听一点 你有几千桌的伪扬能够赚 我可以请一个短时的人力来讲的话 对不对 我时间可以调到五百块 你还请不到人 对不对 你说想实上话 那个人力成本只算 你整个的成本的一小部分而已啊 你如果为了这样子 这小部分的成本 你应该推掉那几千桌的伪扬业吗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都是放屁啦 我讲难听一点 都是放屁啦 我是觉得讲到我们台湾的服务业来讲 对员工的福利都太差了 薪资都太差了啦 那我们明年基本工资才两万六又怎样 对不对 大家都在通风膨胀 台湾本身也在通风膨胀 不要看那些什么2点多而已 那都是假的数据啊 那讲到都是假的数据 那是官方来讲做出来的 因为他设定的基本值 就真的讲到就是没有稻米 那租金也没有算进去 你去看租金 去看租金 像我小孩去台中无期那边工作 租一个月啊 八千块 无期耶 想都想不到 不是台北市耶 无期耶 一个月八千块 看了我的就是这小套房啊 所以说你说这个 这个你说房租涨 请问有没有房租 还原在物价里面 没有完全都没有啊 对你在台北市 你要随便住一个 只要有自己要一个房间 没有一万二一万三 你住得到 也许没有预设还不一定 也许是共用的 然后一个大楼里面共用 所以说其实来讲 台湾很多的其实的数据来讲 我讲实话 都很多都是假的啦 都是做出来的 就是设定的来讲 然后这很不合理 这沿用到现在 光那个物价指数 没有把租金 跟那个房子的价格 放在物价指数上 其他都不准了 就完全不准了 都完全不准 所以说当然 这种的过程当中 对台湾来讲 一个相对有利 就是整个利率来讲 也没有涨得那么多 那对这些贷款族来讲 也是一个人证 我只能讲一实在话 是人证 所以说当然这种东西 每个国家 有每个国家的文化 我只能跟各位报告说 现在来讲 台湾的整个景气来讲 目前来讲是不会很好 但不会很好 不代表说股价不会涨 这个投资楼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就大趋势来讲的话 你在今年 在明年 这明天一天而已嘛 就跨2023了嘛 那2023来讲 以目前看的话 营运大家都看不好 尤其上半年的部分 只是坏到哪边 所以股价来讲 我们只能讲说 我说股价的指数 有人讲说 那是不是都提前落底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提前落底 如果第一季不好 那10月 今年第四季百分 提前落底 那今年来讲 如果说 第一季不好的话 你就跳六个月来讲 那10月落底是合理的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来讲 我们讲说股价来讲 只能说边走边看 但是呢 目前国际股市的状况来讲 真的看起来是真的不会很好 所以你在这边来讲 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留意 让我们来讲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年来讲的话呢 真的跌得很重 非常重 重到爆 你看这是木头姐的十大重仓股 你看他2020年的表现 你看跌了有够惨吧 这是连今年年初到现在表现 有跌82%的 你看到没有 75%的 75%的 那特斯拉跌多少 这里特斯拉跌了69% 哇真的有够重的 但是呢 特斯拉跌68% 是正常基本面不好吗 没有 不是这样子看 那我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这家特斯拉公司 这是法人估的特斯拉的 今年的跟明年的获利 你看他 今年估4块2 明年估6.46% 这个其实来讲 大家早就知道的数据 那很奇怪了 那估4块多 为什么可以涨到800多块啊 对不对 分割以后 这是分割以后的 分割以后应该是 好像是那时候一拆四吧 那时候好像是一拆二 一拆四 反正800多块又变成400多块了 变成400多块开始往下跌 那400多块那时候 你看哦 如果以400块的话 你看那时候本益比几倍 那时候我记得特斯拉本益比 就是80倍100倍啊 大家就觉得很正常 那你看跌到现在120几块了 那么请问同学们 那特斯拉到底在跌什么 你看股价来讲 然后最低跌到哪边 现在跌到109啊 那如果跌到109 那你看哦 明年估6块多的话 那特斯拉股价跌到这样 连15 超过15倍到17倍的本益比而已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特斯拉不好吗 你说特斯拉不好的话 他的获利为什么往上走 应该讲说 第一个 他的神话破灭了 特斯拉这家公司的神话 已经破灭了 哦 因为马斯克他的创新来讲 现在过了这几年来讲 因为他电动车大家都在做电动车嘛 而且政府大家都在用电动车嘛 对不对 政府大家都在鼓吹嘛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电动车变成全球第一大市场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市场的销售到全球在59% 所以中国大陆在电动车这一条真的是弯道超车长已经跑出了第一名了 哦已经跑出第一名了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上海设厂的原因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疫情的关系啊 那因为大家都在卖电动车了 你看BMW也在卖 宾斯也在卖 Poche也在卖 所以以前大家来讲 专注特斯拉的电动车来讲 他品质来讲还算相当不错 但是呢 因为大家可以选择的多了 所以特斯拉为了要卖 只能这样往下降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除了货币政策 让他没有炒作的资金 整个都抽走以后 他的股价就慢慢回复到正常 哦就回复到正常 所以就特斯拉本身这家公司的各的营运来讲 其实他是在往上成长的 只是他的梦 对他这家公司的梦破了 整个泡沫破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归一下产业的状况 回归一下产业的状况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回归一下产业的状况 我们看看电动车的状况 那怎么看 景气挑战 无碍电动车成长 一到九月电动车销量 年增百分之六十 今年以来电动车销量成长 持续超前燃油车 年增百分之六十到六百八十万台 市占率有百分之八 已经要升到百分之十一点五 就是渗透率啊 这是一百辆的车子的过程当中 有十一点五辆来讲 都是电动车的 广关燃油车较同期销售 年减百分之七 所以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 单季全球电动车的渗透率 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二点六 那渗透率最高的是中国 十二十二点五 你看中国一百台 有二十二点五台的车子 都是用电动车 那欧洲是十六点八 所以你看它是不是还是大乎成长的 是不是大乎成长 那我们再来看 尽管景气不佳 那2023年预估电动车销售 渴望年增百分之三十五 渗透率会达到百分之十六点三 所以还是在往上走的 那全球车市共用链景 本情况逐渐缓解 但景气恶化不利于需求展望 那整个预估来讲2023年全球汽车销量将小乎成长百分之二 对比2022年表现会比五年互额成长率 那尽管景气逆风 我们认为电动车崛起的结构将保持成长 美中政府延长对电动车的政策的支持 那长城版的电动车跟充电商缓解了里程的焦率 所以说你看到全球电动车的车款增加跟产能的提升 所以整体来讲 其实电动车来讲 你看这边人家做的研究报道很清楚 电动车还是好的 还是好的 那如果电动车好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看股价来讲的话 你看很多的股价其实现在都跌到了相对的很低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讲茂年KY 你看他估多少 今年可以赚到26块 明年可以赚到28块 股价因为受到Tesla的关系 对不对 你看 365 你看股价射到Tesla的关系 你看股价有在跌啊 你看都相对低点的位置 你看今天说236.5 你看236.5来讲的话 你说就今年来讲 对不对 你本一比几倍 对不对 对不对 2628 所以是受到Tesla嘛 但是他其实他Tesla交货来讲 他就只有占他营收10%而已 但是还是被拉的很 他有很其他的公用的啦 其实他整个业绩也是相当好 法人的目标价其实都看蛮高的 但是因为这次Tesla跌啊 他是跟着被拖累啊 变得被拖累啊 你看核大来讲 本一比相对比较高了啦 你看 核大来讲 但是你看核大也是2块多3块多嘛 对不对 之前来讲的话呢 大家 比较重要的就胡联嘛 胡联 投信手的一钢支 6279 你看11块13块 好那我们看6279 有没有你看 这波当时候投信买到180 对不对 这是投信嘛 然后买到180 后来这边就卖了 对不对 股价就一直往下修正 现在来讲修正到这个位置 那你看如果说13块来讲 本一比不高了嘛 今天也11块啊 明年也到13块啊 因为他受惠的就是 大陆的车市嘛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在明年还能够成长之下 这一次这些个股 因为特斯达的大跌 而被拖累下来 那接下来如果特斯达呢 你说现在109块美金啊 那我请问他什么 那如果明年特斯达还赚6块钱 那下本一比剩几倍 所以现在很多的美国的散户都敢买特斯达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跌了这么多你说要走V型反正我也不晓得了 只是说我们从基本面来讲 特斯达回到这个位置来讲 相对是便宜的 所以说他如果说特斯达能够大幅反弹来讲的话 那对美国股市也好 对台北股市这些 在明年电动车这一块来讲的话 大家还是看好的过程当中 那是不是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买点 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买点 但你从技术面看都很烂 但你可以观察 不是说这样你现在就是低就去买 因为还是会受大盘的影响 但是来到很多的个股来到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 都已经相对的可以去做一个投资价值的整个追踪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像同志 3552的同志 以同志来讲的话 目前的话 估8块到10块 你像同志你也知道 这支个股来讲要投机也是投机的要很会投机 你看他可以这波涨到这里 195块 195块 杀杀杀杀杀到157 对不对 所以这里来讲又在杀了 对不对 杀了就上面低点的位置 是不是都是低点的位置 那如果说明年可以赚10块 今年还可以赚8块钱 也不是没赚钱的公司 那回到130基 你也知道 以同志来讲 他以前过去来讲 做ADAS的 本益比也特别的高 虽然现行很差 但是你真的都可以留意这种个股 至少你去找那种明年产业能够成长 那 ABF的部分 你看3037 你看 最新大盘在跌 看有跌了吗 没有 对不对 他的120这附近是不是打底了 是不是打底了 50均线慢慢的 开始了 10均线下来了 然后3189 对不对 是不是都打底了 虽然整个压力很大了 但是你看他在打底就看嘛 看他怎么打 对不对 你说这里马上买马上上去 其实 不太可能 你要不要等 我觉得也不需要了 你看我每天也在观察 你在观察 你干嘛 你等他一个讯号出来再说嘛 蓝电来讲还在破底 相对就比较不好 但是呢 你看新兴跟景初来讲 已经在 在主体了 你就是找 那明年你如果说知道说明年的获利 至少叫今年能够成长 对不对 能够成长的 那这些个股 早有一天有反应的 那因为现在来讲 没有都在 会涨的都在题材面 像之前的制药 那现在的这 这一两天的什么游戏股 他不会是管说明年基本面怎么样 现在有什么讯息 对哪些族群有话 股大就啪 另一只就开始往上做 那你要做这种个股来讲 当然你从技术面来讲 你想做就去做 但是这种个股 讲实在话 比如说最近的观光股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档个股好了 看一档那个 我看一下 你怎么去赚 我们看2748的云品 我记得昨天大家都讲说他涨停板而已 对不对 涨停板创新高 每个都在讲 对不对 都在讲 今天为什么今天 几乎跌停板 7% 你如果早上说 哇 突破 对不对 你今天去买 马上送一个7%给你 对不对 涨了这么多 对不对 慢慢涨慢慢涨 又开始涨又上去 过新高 大家都在讲云品 结果今天 你怎么去操作这种个股 我们讲难听一点 对你要买要从这边线型已经开始要转多了 你看 这里均线全部都站上去了 对不对 你就开始就开始逢低布局了嘛 你说现在再去买都太晚了啦 没有买到就算了 你还要去看这种车用的 对不对 或ABF的 或ABF的你去观察 但你说现在是不是买点也不一定 但是至少说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本一笔都跌到了相对低点的位置 就讲技术名来讲 他怎么去突破而已啊 至少你清楚这些个股 然后再看大盘的状况 至少你这样操作来讲你会比较稳啊 不是看到股价什么时候涨 现在很多的 节目这些讲股票的节目都是每天都跟你讲强势股 没有意义 对不对 讲之后真的没有意义啊 你那讲强势股谁不会讲 拿最长的出来讲 拿涨停板的出来讲 对你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吗 应该是说 在 讲那种明年好的股价在低档的 对不对 那讲基本面给你看 就像我这样子讲基本面给你看 然后呢 你就要不要买单单你自己啊 对不对 你说那个 这个研究机构讲的对不对 讲实在话 大概 八九成都不会差太多 以我的经验值 他们敢这样估来讲 这样估出来的结果其实不会差太多了 不会真的不会差太多 所以说 这里来讲的话呢在操作难度当然是高 但是呢台北股市很多就像红海一样 你说红海这里 我讲难听一点 最近股价又回来了 再说云南 就在100块 但是鸿海真的没那个价值吗 今天会跌啊 那个力讯要分他的高阶的 iPhone的整个 股价 但如果说红海只真的靠 靠苹果 早就倒了 就好 讲难听一点 他其实都在分散了 接下来做汽车这块来讲 也是做到一定会做到天下无敌的 电动车这一块叫红海 全球能够做电动车代工的 我感觉只有红海而已 也只有红海能做得到 你看全球化的布局 整个零组件的整合 你让它整合起来的话 它就一个新的 又另外一个获利的资助 就在那边了 除非你不看好电动车 但是电动车 其实你看它是不是也是在年成长 那红海等它整个准备好的时候 对不对 又是一个一兆的产业的营收在那边了 而且它的获利来讲 都会比电子这边都还好 所以红海来讲 最差最差都是9块10块 你说一说现在本益比才几倍 所以说我说你如果说是一个 风险趋避者的话 红海你做一个长线投资 绝对买重化电信好太多了 股价波动也不会太大 对不对 他们才猫到一个 如果郭董能够选总统的话 空还不太涨吗 对不对 当然那个是政治议题 他能不能选总统 还是要看郭董的智慧 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当然大盘的压力依然存在 但是你对一个 在明年的一个产业的发展上来讲 你心里 我现在这里来讲 我不介意你买太多的股票 真的就是不用太积极的操作 但是很多好的产业 你还是要去留意 不然等整个大盘真的 整个好转的过程上 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不是每天看着整个消息面 主力坐哪边 再讲哪边 制要股就制要股 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样操作来讲 也许一时赚得到钱 但是你如果长线的话 你要在股市赚钱 这个几率来讲相对就比较少了 所以你很会做停纯 短线上你技术面的操作很强 匿名度也高 然后停力停纯做得很好 那当然你做做这种消息面 在台面上强强滚的 这种个股来讲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快 那么多的时间去看敏感度 也不会太高的话 那你这样操作来讲的话 一定到最后结果来讲 对你的投资的收益 一定没什么帮助 好 股市龙赚 欢迎投资朋友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第一个网址 按进去会到我们股市龙赚 入会期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买把姓名听话 哈马还有持股明细写清楚 这些要按资料按提交 服务者们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 有相关的QR Code 手机扫描进入 LINE A的族群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 股市龙赚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要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 属于赚大钱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